上集就帶大家由頭吃到落尾啦 至於今集就讓我們介紹西洋的活動給大家啦 我們現在來這個Buzzleun Jetty 乘到海邊火車啦 好美呀 這輛在海上的紅色火車 十足十千與千層裡面的場景 大家一定要早點上車在旁邊坐 這樣才可以拍到這個無敵大海景 我看到他們跳水 我都很想跟著他們一起跳 那你剛才不跳落海? 對啦 你剛才直接推門出去跳嘛 沒有人可以阻止用 我剛才覺得如果我們伸手出去 我們就可以推走釣魚 對呀 很厲害 我都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這個火車去到總站之後呢 未必要上車集回程回來的 反而可以走回來這樣拍照啦 周圍 我們現在出海塔船啦 我們去看海團 參加這個Dolphins Eco Cruises 我們就有90分鐘 駛入海團的居住地 Kumbana Bay啦 他就說其實都很大機會會見到海團的 相信我們這次都一定會見到的 他說最好看海團的位置就是11月到4月 就是這裡的夏天 我們現在就剛剛好啦 他們還幫每隻海豚改了嗎? 只要認著背景就知道誰打誰啦 不知道我們這次是見到誰的呢? 很近呀 海豚都游來我們的船 現在我們全船人都陷入這個海豚的秘力那裏 那裏是龍友的 這裏好像他們家裏有一條海豚村的 所以好像全部海豚都住在這裏 而所到西澳的活動 又如何少得好好地游覽一下拍攝呢? 最輕鬆的方法當然是拿著Sedway周圍去啦 這個Tour好好的 這樣在中間就會有些打卡位給你啦 在這間拍師好出名的藍色小屋打完卡 接下來就到了最適合我們女生去的活動啦 Fast Virgin就是一個澳洲好出名的天然護膚品牌 你看我的團友 喂 不要習慣購買啦 我們還要DIY潤唇膏的 其實DIY潤唇膏都挺容易的 只要跟著步驟 搅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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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 加上自己喜歡的香味 我們完成啦 這個藍色果是非常天然的 它是用了羽木果、Honey和楓辣去做的 這個Workshop可以做到三個這麼多 可以送給人用都可以 這次我們三個在西澳上吃上玩 又是時候要回香港啦 回程是搭新航 跟新加坡轉機 我們當然不會錯過打卡熱點 JUWO的瀑布啦 除了瀑布 JUWO還有很多店舖 可能是吃東西 還是Shopping都有很多選擇 搭新航的大家來到新加坡轉機 記得拿你一張20元的包裝 因為可以拿來擺手信 現在去拍攝經新航假期 訂購機票連兩萬 Quantower Hotel住宿 還會送多一萬 在12月20號之前訂購 價錢還會優惠一點 謝謝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